《氣管堅鎮》 《氣管堅鎮》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是幫助我們因為氣管受損 或者是不能夠發揮本身氣管的作用 是救人命的一個重要的合作機制 而世界各地都非常鼓勵以及推動氣管捐贈 去幫助一些病患者 香港在這方面是大力推動 而過往也因為氣管捐贈 而拯救了很多寶貴的生命 在這方面我們會繼續推動 我們也會推動跟內地合作 因為也有過往是因為大家合作 而有氣管可以在這個合作機制 幫助香港的病患者 交回一條寶貴的生命 我是非常之反對任何嘗試去破壞 去氣管捐贈這個這麼送高的理念 我留意到有不尋常的數字 是有關氣管捐贈的取消 這個數目包括超過一半 是涉及根本沒有登記到捐贈器官而取消 也有很多是涉及重覆取消 如果一個人沒有登記 而又被取消 這個是非常可疑的 一個破壞整個系統的行徑 我是嚴重譴責這些 嘗試破壞這個這麼崇高 去捐贈器官去拯救生命的計劃 破壞這個系統的任何人 我們都應該嚴厲地譴責它 這個簡直是一個 令到我們覺得是一個恥辱的行為 我亦都要求警方去調查 這些個案裏面有沒有違規 有沒有犯法的行為 另外有關警方處理刑事案件 針對拘捕人所作出的刑事調查 警方一向都是按照證據和實際情況 以及案情的需要去處理 而去定一個所謂的 不基於任何證據考慮的時間表 亦都是不切實際 亦都未必是符合我們的法治精神 我對警方在處理這些案件 依法處理 以及按實情處理 我是有信心的 我會交給警方去處理這件事 我會交給警方去處理 我會交給警方去處理